這邊的Rabby,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Certainly, Labish 為什麼這邊要用 Labish呢? 因為 Labish在猶太語中是一種對親近之人的稱呼 有我的孩子的意思 那這邊Is there a proper blessing for the Tsar? 這邊Tsar是沙皇 當時的猶太人正受到俄羅斯人的威壓 所以這邊他說 A blessing for Tsar, Of course, May God bless and keep the Tsar far away from us 願上帝保佑並讓沙皇遠離我們 前面歌詞提到Labish 是一個猶太名字,源自西伯來語 它是Leib的暱稱形序 其意思是心臟 或心靈 這個名字常用於猶太社會中作為對某人的親密稱呼 在猶太傳統中具有一種親密和溫暖的含義 代表愛跟關懷 那為什麼這邊要講 May God bless and keep the Tsar far away from us呢? 為什麼要上帝保佑沙皇遠離? Tsar是一個俄語詞彙,意思是沙皇 他是對俄羅斯帝國的統治者使用的尊稱 類似於皇帝或是君主 在俄羅斯歷史上,沙皇是統治者和最高權力的象徵 那我們屋頂上的提琴手設定背景為充滿了動盪 而那些寧靜生活被傳統束縛著的猶太人 雖然幾乎不自覺,卻成為了這動盪世界的受害者 透過這段歌詞我們也可以了解到 這是1880年到1920年俄羅斯對猶太人的壓迫和侵略 讓老百姓們都過得很苦 居無定所的日子 也讓太維更堅信遵循傳統才能過上穩定的日子 故事背景在這邊 猶太人幾乎整個歷史都沒有家園 然後在18世紀時 俄羅斯併吞波蘭領土 然後那時候有許多猶太人都居住在波蘭那邊 而接納了越來越多的猶太人 於是俄羅斯政府建立了居住地區 被稱為residents 在這些區域之外 猶太人沒有自由流動的權利 所以歌詞中也會提到 Our little circle 而屋頂上的提琴手中描述的事件 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小鎮安娜特夫卡 位於居住地區內 時間射進在1905年 我們可以得知 1880到1920年 俄羅斯發生政治和危機時 他政府會煽動民眾對猶太人進行仇視 轉移對真正問題的關注 這些反猶太騷亂被稱為Pogroms 這一術語指的是一部分人口對另一部分人口進行的攻擊 包括破壞、搶劫財產、謀殺和搶奸 而在MV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選角有選出白人這邊 這個就可以看得出來是俄羅斯人 就是歌詞講的 Much bigger circle 猶太人的話會戴著這個Prayer Shaw 猶太人帽子 然後又是深色頭髮 The circle of our little village 這邊 We don't bother them and so far they don't bother us 在這個故事背景他們是互不干擾的 在主角泰維看來他們相處的很好